大家好 我是一澤 今早起床時見到一位網友Sky 他留言給我 說博叔又開了一個直播 是關於市家軍事件 我想這個網友跟我說這件事 即是說博叔有直播 應該就是想我看完之後 看看有沒有東西再分享 我趕快看了他 當中的內容 我不會再重複一次 因為他整兩個多小時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看博叔的直播 就是關於賭博的標題 我現在就直接講一下我分享 在博叔這一段直播裡面 我會抽幾點去講來分享一下 首先關於細B 暗示那些電競女仔 是雞這件事 我認為他應該公開道歉 而他也已經在社交媒體道歉 雖然他道歉那篇內容 裡面有很多說法 我是不認同的 比如他那些什麼 私人對話 又指責人家錄句音放上來 這些 是不知做什麼 不知他道歉 說完這些是什麼 其實你說一聲對不起 我以後不會 其實都OK 大家都收貨 不用說那麼多廢話 是沒有意思的 都是你說的 人家錄你音 這件事 很奇怪 這件事 不過算了 這不是我的討論範圍 也不是我們今天分享的範圍 但如果有機會我再講一下 我想講什麼呢 這件事 其實我想講一下 為什麼我認為他應該要公開道歉 公開道歉 和私底下自己去道歉 的分別其實是什麼 因為我身邊有個朋友 他又不是很明白這件事 他認為 即是我的朋友 他認為 如果細B他得罪了 或者侮辱了這些電競的女生 其實跟他們的道歉 私底下自己談談 其實就OK 就不需要公開這樣說 他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因為只會被人吃花生 在這一點上 我想講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為什麼要公開道歉 其中一個原因 或者一個意義 就是要細B他那班觀眾 或者知道這件事的網友 告訴這些人 細B這個行為是錯的 是不值得學習的 這樣的話 就可以避免到發生 博叔之前所講的 所謂教壞小朋友 小朋友 即小朋友 看到細B做錯事 要出來公開道歉 他們就會知道這件事是錯 是不對 是不值得學習的 他們自然不會跟著做 跟著說什麼 他們是雞呀雞呀 他們是雞 這樣就不會發生這件事 所以這就是我認為 應該要公開道歉的原因 那我都不囉嗦 這裡真的差不多 講雞這裡 我希望細B他就 不會再做這一類的行為 或者再講這一類的說話 說真的 我就不是說什麼道德那些 我不是這些人 即是說真的 你說你跟某一個女生 有思願的 打個比喻 她明明是你的女兒 即是你女朋友 但是她是背著你 去酒店跟別人開房 誰知道是被你發現了 還要說謊 還想騙你 當你是傻子 這樣說真的 這種情況 你罵她幾句雞 當發洩一下 我覺得OK 合理的 但你無緣無故 走去說人家是雞 走去笑人家 又說擺肢肝管 就怎麼說都不能通 我就這樣意思了 關於雞這個位置 就差不多了 跟著就講下 關於賭博和夾公仔 騙人的東西 其實我是沒有辦法全部回應 在這一點上面 因為有些東西 我就不太明白 和我不是太熟 可能我收集的資料 做得不夠 或者我上網找的資料 不是太齊 這件事我跟大家說 很不好意思 不過我都會講一講自己的看法 首先如果我是一個顧客 我去玩夾公仔機的話 其實只要不牽涉到用公仔 用獎品去換錢的話 我就不當賭博了 當然啦 你說夾iPhone那些 另外再講 那些我不懂得形容 我覺得不關不犯法事 是你根本夾iPhone這件事 就很明顯像是賭博了 我自己覺得 個人觀念而已 我覺得不夠論點去支持這件事 自己就覺得 但我心裡是這樣想 我不知道怎樣解釋當中的原理 但我覺得只要公仔 不是換錢就OK了 但你說夾iPhone 我就覺得不對 就是這樣 然後我講一講所謂投資 即是搞生意 去做台主 去租機那裡 即是說租機那些人 在這件事上面 如果我是租機的話 我認為 要看他有沒有涉及到騙人 即是牽涉到所謂場主 在推銷這些台主租機的時候 有沒有刻意去誤導那個台主 或者叫誇大 做台主可以獲得的收入 這就是我的看法 即是如果他沒有騙人的 他真的跟你講完 即是好像那位朋友 打電話上去和博叔那人 好像他這樣說 我沒有騙他 我只不過是告訴他 你給多少錢 大約一條數回來 怎樣怎樣 你純粹講這件事 而你沒有去誤導他 或者勾作一些東西 誇大一些東西來騙人 那就OK了 至於大家信不信那個朋友 即是他打電話上去和博叔 講那個人 你信不信他 那就另外再講 這就是我對這件事的看法 不過我還有一點點想說 其實任何的事情 只要涉及到錢銀 涉及到利益 大家就一定要小心 即是不要別人說你就信 要問清楚查清楚 才好拿錢出來 記住 一牽涉到錢 就立刻要提醒你的精神 十二分精神 十八分精神 要知道一牽涉到錢 那個人就有機會騙你 不是叫你以後不要信人 而是牽涉到錢 大家真的要小心 就是這樣 最後我想講一下馬田那裡 馬田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大家應該知道我講什麼 因為馬田後來都打了電話上來 就是打了給博叔 在這件事上 我覺得馬田有一個說法 說得很好 我知道很多人不認同 但我就是這樣看的 他就這樣說 他說 不應該把所有人拉下水 是應該逐個 逐個 看看他出過什麼 投票 出過什麼片 如果有什麼不妥當 就CAP出來 就屌他 這件事我很認同 因為我見到其實 Facebook IG 和連登 都有人在做這件事 如果大家想看這些資料 可以上去連登 Facebook IG 看完之後 再自行判斷 到底是原諒他們 還是以後都不再看他們 這件事我都講得差不多 說真的 這幾天 分享了很多關於市嘉君這件事 其實我自己有點累 還有我覺得好像有點悶悶 我講到 我腦子全部都是看他們的 其實沒什麼特別 講到差不多了 五仔出了一條新片 大家有興趣去看一下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爆料 因為我都沒辦法證實 他講的是真還是假 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看自己怎樣想 自行判斷 我就這樣看 關於五仔的新片 都提一提 我之後應該不會再講市嘉君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有點厭煩 如果大家有興趣聽 就讓我休息一段時間 之後再算 還有現在發生了很多不開心的事 希望大家也加油 我也不知道可以講什麼 怎麼講得到不開心 不夠了 差不多了 今天節目 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 下次見 拜拜